为什么孩子小的时候 那么多人说为了孩子不离婚 而孩子长大过后他们却选择离婚 因为父母对孩子的需要 远超过孩子对父母的需要 而且这十几年 孩子给父母的鼓励和认可 是别人给不了的 我有好些客户跟我说过 我陪孩子玩游戏 无论怎么玩 怎么输 孩子总是在拍手鼓励 总是说爸爸好棒 爸爸加油 或者有人说我在玩游戏 孩子在旁边看 我打输了孩子也会说 哇 爸爸加油 然后也有人说 我带孩子出去吃东西 我都觉得不好吃了 可孩子会说嗯 好好吃啊 或者还有人说 说我开车走了冤枉路 老公就在一旁 不断地埋怨我 而孩子坐在后面 我回头一看他 孩子就冲我乐 还特别开心地自己在那玩玩去 他们说这句话的时候 眼里都会有泪光 你好棒 你做得真好 你特别厉害 你行 我喜欢你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最需要的除了安全感 就是别人的这些认可 特别是来自自己另外一半的 无论男人或者女人 都需要有人认可自己 崇拜自己 尤其是男人 可是我们在社会上 在婚姻当中 真的很难得到别人全然的认可 很多时候我们得到的就是 你不行 你还可以更努力一些 但这些全的认可 孩子可以给到我们 我看过一个节目 是背对背的 让孩子给妈妈打分 妈妈给孩子打分 导演在问到妈妈的时候 就问你给孩子打几分 有的妈妈给了七分 有的给了五分 最高的打了八分 比如说他们的理由是 因为孩子不会用袖子 插嘴巴 因为孩子不喜欢吃青菜 因为孩子不听话 但是在孩子眼里呢 喜欢妈妈抱 喜欢妈妈的口红 喜欢妈妈的头发 知道妈妈烧饭辛苦 孩子们给妈妈打分 全部是十分 每个妈妈听到 孩子打分过后都哭了 我相信啊 你们跟我一样 知道他们哭的原因 就是因为 他们被孩子全然认可了 就是即便你身上 有很多很多的缺点 即便你脾气真的很不好 但作为孩子的我 依然爱你的感觉 所以心理学家们常常说 被认可的需要贯穿我们的一生 孩子需要被父母认可 夫妻之间需要被彼此认可 爱的人就是需要相互认可 被认可的人 才有更多的力量 去面对有苦难的人生 互相认可 才能让我们能继续走在一起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总说 为了孩子不离婚 一方面他们怕离开了孩子 失去了这份爱的认可 另一方面他们内心还存有渴望 希望另外一半再给自己认可 因为他们还记得恋爱时 结婚时 被他全心全意 认可了爱的感觉 他们渴望 那份爱再回来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